杰在起跑线 《赢在起跑线》 在香港其实讲了几年 讲的就是人生好像一场赛跑那样 每个人都很想成为赢家 所以一些爱子女深切的父母 为了让他们的小朋友争取赢的机会 就用尽方法 让小朋友在起步的时候 可以有超越别人的优势 所以就要为他们报道一些名校 为了报道名校又要住名校区 又要为子女安排兴趣班 补习班、面试班等等 最近电视都有做 当人人都想赢在起跑线的时候 有些人原来已经有突破性的想法 就是赢在出生前 是什么意思呢 根据英国国家的统计局 曾经分析了他们自己国家的 2001年的人口普查结果 按照他们的出生月份 以及19大的工作行业做对比 发现当中是有一些特定的规律 大家留心听一听 看看你觉得是如何 他们发觉根据英国的统计 一月就比较多医生和地产经纪 二月就有艺术家和交通督导员 三月就是一些飞行员和音乐家 四月的人容易有长期的健康问题 五月就比较多政治领袖 六月就是一些公司总裁 七月就是司机和演员 八月就是泥像和总统 都挺大的对比 九月就是说学业或者体育成绩都会比较出色 十月的人就长寿一点 十一月就比较多精神方面会有些病 十二月就是牙医 只有一个 我不知道是否他们比较多牙医是十二月出生 不知道大家觉得准不准呢 我想应该不太准 因为是英国 不是香港的我们的数据 那些人就说可能是跟英国的每一个月份 有多少时间是太阳去照倒有关 我们都不知道了 只是当这个参考而已 在圣经里面记得到 原来有些人在出生之前已经被神简选 也可以说是赢在出生前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 我们从初世纪二十五章十九至三十四节里面 去看看有关雅各 和他的孖生哥哥尔素 他们出生和成长的记载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程序表内容 记载了今天所讲的经文 我们一起去读这个二十五章十九至三十四节 这是阿伯拉罕的儿子以色的世系 阿伯拉罕生以色 以色娶利伯家为妻的时候四十岁 利伯家是巴达阿兰的阿兰人 波土里的女儿 阿兰人拉班的妹妹 以色替他的妻子向上主祈求 因为他不能生育 上主应寻了他的祈求 他的妻子李伯家就怀了人 儿子们在他福中相互增持 他说 倘若如此我这是为什么呢 他就去寻求上主 上主对他说 两国在你子宫之内 两族从你福中分纳 这族要比那族强 大的要服侍小的 怀胎的日子满了 看那一对雙胞胎在他福中 先出来的身体通红 片体是毛 像毛皮衣服 就给他起名叫以素 之后他弟弟也出来了 手紧抓着以素的脚跟 就给他起名叫雅各 他们出生的时候 以撒六十岁 南孩们长大了 以素成为精通打猎的人 是个田野的人 雅各却是安静的人 常居像棚中 以撒爱以素 因为有念物给他吃 李伯家却爱雅各 雅各再熬汤 以素从田野回来 精疲力尽 以素就对雅各说 求你把这红红的东西 给我一点吞下肚白 因为我精疲力尽了 因此人称他的名字为耳东 雅各说 你今天就要把掌子的名分 卖给我 以素说 汉呀我都快死了 掌子的名分 对我还有什么用呢 雅各说 你今天就要向我发誓 以素就向他发誓 把掌子的名分 卖给了雅各 于是雅各给以素 饼和豆汤 他吃完 喝完 起来就走了 这样以素兴看了掌子的名分 在19-26节里面 记载了雅子的出生 在这个《创世纪》12-23章里面 首先记载了亚伯拉罕的时迹 在第24章开始 就记载了亚伯拉罕 如何去为他的儿子 以杀娶一个妻子 就是利伯加 在第25章开始 记上亚伯拉罕的家眷 和亚伯拉罕的死 和安葬 最后是以实玛利的后代 之后就开始记上 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杀 和以杀后代的故事 第19节是一个介绍 让我们知道 亚伯拉罕的儿子 以杀的技术 是由这里开始 第20节告诉我们 以杀娶利伯加的时候 是40岁 并且提到利伯加的外家是谁 这些对往后记载也是很重要的 在第21节有一个问题出现 是一件挺严重的事 原来以杀的妻子不能生育 为什么这么严重呢 其中一个原因 是因为当时的人认为 如果妇女不能生育 是一种恥 是一种子育 另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 神曾经跟亚伯拉罕立约 应许他会作多国之父 并且他的后裔 会像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那样 而这些应许和福气 是要由亚伯拉罕的儿子 以杀去继承 如果以杀他没有子女 那这一切的应许又由哪个继承呢 难道神的话会落空吗 第21节就提到 以杀就为利伯加向神祈求 然后神就应允他 于是利伯加就怀孕了 好像看来都很顺利 很美好 不过我们看一看第26节 原来当孙子出生的时候 以杀已经是60岁了 即是他等了多久 19年 有一年怀孕 所以就19年了 等了这么久 终于都来了 看来神的应许真的兑然 不过在第22节又有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个怀孕的喜悦 很快就变了一种痛苦 因为呢 儿子们在他福中相互争持 儿子们是中数 即是说利伯加套里面的 是不止一个儿子 相互争持 原来的原文是有一个压碎的意思 即是说 在利伯加套里面的那两个儿子 不止是轻微碰撞 大家知道双胞胎在同一个套里面的 会碰到 但是这里他不是说这样推一下 而是好像在那里打斗 摔角那样 想压碎对方 虽然在座的各位 尤其是弟兄 不会有怀孕的经验 但是你想像一下 你的肚里面 成为了一个摔膠墙 你会有什么感觉 里面有两个人在那里 打来打去 很痛 我想会想死 李伯加就是有这种感觉 所以他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 倘若如此 我这事为什么呢 如果以我们现代广东话来说 大概就是这样 那么辛苦才有了 但是有了又辛苦到死 为什么要这样 虽然神的应许 好像是逐步的实现 但是李伯加的感觉很不妥 这个就是一个对的应许 错的感觉 有这样的困惑的时候 李伯加他怎么做 他就像他的丈夫那样 去寻求神 寻求神的解答 亦去寻求神的帮助 第二十三节 神有回应他 神告诉他 两国在你子宫之内 即是会有两个小朋友 两族从你福中分立 暗示这两个小朋友 这两个儿子彼此的争斗 这族要比那族强 大的要服侍小的 原来已经宣告了 这两个儿子之间的争斗 将会是哪个得性了 对了 大家很聪明 就是大的要服侍小的 所以是弟弟得性 原来这就是真正的赢在出生前 未出无福 未见世界之前 神已经定了圣父 不过这两个小朋友 知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 所以他们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摔胶去增劲 第二十四节 很快了 十月怀胎过去了 记住这对妈妈的出生 他说 看一对双胶胎在他腹中 圣经被我们看到 神所说的 果然应验了 真是两个儿子 那两个儿子是怎样的呢 二十五节 记载哥哥的外表 身体通红 片体是毛 像毛皮衣服 好像皮草那样 第一个出生的儿子 是红薄薄的 全身都是毛 而且不是普通的汉毛 好像毛尖那样 龙蜜的毛 它的名字叫二素 有红色的意思 大家有没有见过一个寶寶 这样的样子 如果看到 可能也是下一条 第二十六节 记载弟弟 但很特别的 有没有留意 不是说她的外表 没有说过她的外表 是说她的一个动作 是什么动作呢 手抓住二素的脚跟 大家有没有见过 刚刚出生的儿子 应该很多人都见过 有没有抱过 突然间这么静 有的 是不是 有没有试过 有一个新的手指 被她抓住 有 是不是 有没有记得她的手 是多小 她说 这么小的手 抓住另一个儿子的脚跟 想不想象到 是什么样的决心呢 这个动作 好像一个标志 好像一个 symbol 显示到雅各的性情 又仿佛好像预告了我们 她人生的主题 就是抓住 并且这个动作好像告诉我们 在出生的过程当中 在生的时候 两兄弟还在争取最后的机会 要赢 因为大家知道 家里面最大的儿子是长子 是有财产的继承权的 并且地位也是崇高的 所以这两个在妈妈肚里面 自成型以来不断争斗的小朋友 在出生的过程当中 是在争什么 争出生 争出生 在这个回合哪个赢了 二数赢了 她成为了长子 雅各的名字 在原文里面 和脚跟的发音有些相似 而且雅各的名字 也有着怨他保护的意思 相信当雅各的父母 看到这个婴儿捉住哥哥的脚跟的时候 不会想到他们在争 而是以为他是一个保护者 所以就为他取这个名字 神的应许是雅各会胜出 但是在第一回合 竟然是二数赢了 在常理来说 二数是长子 长子才是继承祝福的人 那么这个矛盾又怎么解决呢 这个也是一个对的应许 错的感觉 明明神的应许是这样的 但是在人体上 感觉好像不是这样的 甚至可能是相反的 不知大家在信主之后 有没有经历过对的应许 错的感觉的情况呢 明明圣经应许我们 神会保守我们 祝福我们 但是我们遇上很艰难的情况 甚至有时觉得绝望 神明明应许我们 信祂是有丰盛的生命 但是有时我们的感觉 好像是一些无奈 好像一些苦结 还有可能是一些黑板 神的应许 神的话语一定是对的 但是我们的感觉 又好像不是这样 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利伯家他又怎么做呢 他去寻求神 神是回应祂 有回答他 但是没有改变状况 妈仔继续在他肚子里面打 打到出生的时候 但是利伯家他 只是安静的等候 他没有再埋怨 因为神应许他 这两个小朋友都有前途 他们分别都会成为一个国家 我团契里面有一位姐妹 在他信主之前 因为工作的压力 他染上了烟隐 当他信主之后 他知道他要戒烟 他听过有些人 在信主之后 烟隐奇妙地消失 一信主就说 不想吃烟就不用戒了 但是他自己不是这样 他信主之后仍然很想吸烟 特别当他辛苦压力的时候 他更加需要这样做 所以当他发觉烟隐没有减退的时候 他用另一个方法去对抗烟隐 就是他用有质素的灵修去对抗 他每天去灵修 他就能够支取力量去对抗烟隐 不过其实每天去灵修 然后支取力量去对抗很累 他曾经都觉得很灰心 他觉得很辛苦 他觉得为何神不可以 像帮其他人那样帮他 为何不可以将他的烟隐 立即消失呢 不过他也继续坚持 虽然他又不明白 但当他成功戒烟隐之后 他回头看回 他觉得他明白了神的心意 就是因为他有这个 独特的戒烟的过程 让他不单止可以达到目标去戒烟 更加重要的是 建立了一个稳定的灵修习惯 以及他学习到 如何一次一次去捉紧神 去倚靠神 寻求祂的帮助 这位姐妹之前 上年的时候 都曾经在我们的码堂当中 在水利见证中分享这件事 但姐妹当我们遇到失业 失恋 失意的时候 我们或者都会灰心 我们会问为什么 但是神的时间 眼光和计划 跟我们都不同 神知道如何实现祂的应许 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寻求祂 告诉祂我们的苦况 尽我们的本分去做应该做的事 然后将我们做不到的交给神 信任祂 等候祂 以赛爱义素 因为有列物吸他吃 尼伯家强爱雅各 圣经用了两节 很生动地刻画了两个男孩子的成长 和他们家的情况 很短的一节 27节 描维了两个男孩子的个性和特色 义素是怎样的呢 精通打猎的人 田野的人 已经说出了他的喜好和职业 他一个什么 做什么 猎人 这个是他的专场 田野的人 即是man of the field 即是属于田野 属于户外的人 大家想象一下 这样的人 通常在我们的印象中是怎样的呢 这个是黑黑实实 可能他是红 红红实实 大大只 很大力的 运动健障那一类 也可能是那种很豪爽 不拘小折的男人 而雅各 他和哥哥有很大的对比 他是一个安静的人 上居障棚中 以前的人住在障棚里面 干净的原文 其实是有点难译的 其实当中包含了一个无可指责 是纯正的意思 即是说 和耶稣相反 阿哥是一个安静 斯文 乖巧 属于室内的人 第二十八节 说出父母对两个儿子的不同的态度 他们各有偏好 父亲而杀爱耶稣 圣经告诉我们 是因为他们的性格相近 是否因为他们的性格相近呢 没有 不是这么说 原来是因为有猎物给他吃 原文之夜是因为猎物在他口中 原来是因为这个儿子 可以把猎物放到父亲的口中 满足到他的腸胃 他的肚腹 你们觉得这样的父爱是怎样的 是否无条件 不是的 好像是用美食去换回来 而且有点调转了角色 原本应该是父亲去喂饱儿子 是吧 但现在是好像儿子去喂饱父亲 或者这个也解释到 为什么耶稣可以成为一个这么好的猎人 因为儿子总是希望得到父母的宠爱 和关注的 提到母亲尼伯家 这里就说尼伯家爱雅各 原文中爱是一个分词 就是动词里面的分词 有一种持续不断进行的意思 即是说尼伯家对雅各的爱 是不间短的 在这里也没有说尼伯家爱雅各 是因为雅各给了什么好处 看来妈妈好像好一点 因为她不是因为儿子做什么才爱她 而且还持续不断地爱她 但大家不要忘记 你伯家有多少个儿子 她有两个儿子 但这里说她爱的是雅各 所以其实她也有一个偏心 这样的父母和儿子的关系 健不健康 一人一个 平均分配是否不错 多好呢 不是 因为每个小朋友 都需要父亲和母亲同等的爱 任何一个偏心另一个 都会对小朋友带来不好的影响 但在这个家庭里面 竟然 爸爸又爱一个 妈妈又爱一个 所以这里是显明的爱 隐藏的爱 表面上好像在这里说 爸爸和妈妈有多爱儿子 但就显出这对父母 对儿子的爱都是有缺乏 以撒和尼伯家的这种偏心 间接促成了两兄弟之间持续的争斗 因为两个都想得到父亲和母亲的爱和关注 同时也都令到以撒和尼伯家之间的沟通变得不良 因为两个都偏坦其中一个儿子 这些后果可以从圣经之后的记载可以看得到 显明的爱 隐藏的觉 你是不是都能够在你的家庭里面 你的工作里面 你的生活里面看到呢 表面看来好像是爱 但实际上制造了偏心 不公平 甚至让到被爱的人都会感到压力 而且制造了人和人之间的竞争 我听过很多大英姐妹去分享他们原生家庭的时候 其实很多家里都有父母偏心的问题 原来无论是被偏心的那个 还是觉得父母偏心的其他兄弟姐妹的 都会觉得不开心 甚至因此造成他们成长了很多的伤害 但我们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神是不偏心的 神是他的爱每一个人 都是一样的 我们有不同的遭遇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 为何神特别恩待其他人 爱其他人特别多 其实不是这样的 圣经告诉我们 神是不偏待人的 所以我们可以坦而无据 放胆地去到神面前 求祂的恩典和怜悯 而我们自己实在很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 使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 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在和人的关系当中 不要偏心 不要在你所爱的人之间 去制造竞争 接下来29-34节 讲到双子的双生 第27-28节 好像一个舞台的背景一样 29-34节 又记载了这两兄弟的内斗 家族的悲剧是怎样开始 29节 雅各在熬汤 二素从田野回来 精疲力尽 我读给大家听 二素就对雅各说 求你把这些红红的东西 给我一点吞下肚白 因为我精疲力尽了 因此人称他的名字为耳东 雅各说 你今天就要把掌子的名分卖给我 二素说 汉呀我都快死了 掌子的名分对我还有什么用呢 雅各说 你今天就要向我发誓 二素就向他发誓 把掌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 于是雅各吸二素饼和豆汤 他吃完学完起来就走了 这样 二素兴看了掌子的名分 第29节一开始说 雅各在熬汤 二素从田野回来 精疲力尽 大家想象一下 停留一下 想象一下这个情景 试试感受一下当时的气氛是怎么样 想象在这个台上 你一个人在煲汤 你一个人走进来 打完猎 精疲力尽 雅各在熬汤 熬的原文和猎人的原文的发音 原来很相似 圣经很巧妙地用这个字词 就是熬和猎人 这个很接近的字 让人联想到 现在雅各在用一个煮汤的动作 想煮死二素 另外在煮汤之前 其实是要准备的 他这里说他是熬汤 不是滚汤 即是说雅各在做这些东西 是否突然生气 是否突然巧妙 是否突然巧妙 是否刚巧 是二素打猎到精疲力尽的时候 是否一切都那么巧合 煮汤之前 要准备材料 要有器具 以前的人煮的 可能没有我们那么方便 而且根据我们之后看到他们的对话 那个汤 在他们讲话的时候 已经煮得如何 可以吃的了 当二素来到的时候 那些汤已经可以吃 即是说 这一切显明 这是雅各精心策划的陷阱 他好像是一个精灵的猎人 他一早就设下了这个陷阱 处心积累地等待他的猎文 去自投落望的时机 精疲力尽的原文 是有疲倦 云烟 和肚饿的意思 即是说 耶稣已经累到云了 而且很肚饿 当一个人累到云 又很肚饿的时候 闻到 看到热热的红豆汤 他们会怎么样 很想要 所以耶稣自然地发出这个狠球 想雅各给他一些红豆汤 在三十节 圣经就指出 耶稣的另一个名字 以东 是有红的意思 耶稣的后代 后来果然成为了一个国家 就是以色列后来的敌人 以东 我们回到这个场景 刚才大家想到的 当耶稣求雅各给他这个汤的时候 就好像联麦已经步入了那个陷阱 而且咬住了有利一样 雅各知道时机倒了 于是提出一个条件 就是要耶稣将长子的名分买给他 雅各的请求 暴露了他的动机 以及暴露了雅各人生中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长子的名分 这个长子的名分 不仅意味着父家的财产 更加是意味着神对阿伯拉罕 以及以色列的祝福的传承 雅各他很想得到神对阿伯拉罕的祝福 他想到一个地步 他不惜以哥哥为列物 去夺取哥哥的长子名分 我们又看看耶稣的反应 耶稣的反应是怎样的 他想都不想就答应了 在他看来 这个无形无质的长子名分 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在眼前最重要的是 那些他能够看得到 闻得到 摸得到 吃得下肚 帮他恢复体力的东西 就是那碗的红豆汤 这个除了反映他身体很有需要之外 其实也反映到耶稣 他心里面所重视的是什么 他所重视的是一些眼前的 看到的 可以马上满足肉体需要的东西 而不是神的祝福 其实神给阿伯拉罕的祝福 并不单止是属灵属天的祝福 神给阿伯拉罕的祝福 包括了天上的星 海边的山 那么多的后裔 迦南传地 有地的 还有神亲自的看顾 而这个看顾祝福 其实是包含了物质的充足 和生命的保障 并且这个祝福是永远的 因为神的应许是不会废弃 雅各他心心明白这个祝福的珍贵 所以他真的很想得到这一件事 雅各他果然是一个深谋怨恋的人 他很害怕耶稣不认账 还要他发埋势 确认交易 耶稣的反应 仍然是一些犹豫的挣扎都没有 马上就要做了 第34节 我们看到耶稣得到了他想要的汤和饼 而雅各得了他要的长子名分 世经告诉他 耶稣吃完学完起来就走了 就是完全觉得他好像啪啪的褲子 就走了 一些流暖都没有 一些后悔都没有 圣经怎样形容耶稣这个举动 他说 这样耶稣轻看了长子的名分 轻看的原文 有视之为没有价值 不尊重的意思 轻看长子的名分 也就是轻看神的祝福 觉得那些是没有价值的东西 感觉就不同了 他极度重视长子的名分 他很渴望能够拥有神的祝福 他的人生目标 就是为了得住神的祝福 这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 但是他不是一个只在眼前的肉体需要的人 他认识神的祝福 就是说他相信神是真实的 他相信神是守信的 一定会成就他的应许 所以这是一个好的目标 但是他为了这个好的目标 而设签证 去引诱他哥哥 去出卖长子的名分 这是一个坏的手段 之后他继续以计谋 骗了父亲以杀的祝福 在之后的记录是有再讲的 这样的一次次设计去主一个人 会不会有后果 有后果 所以之后他被自己的哥哥以素追杀 以至阿哥他自己要离乡别井 力尽艰辛 其实你觉得阿哥需不需要这样去设计 陷害自己的哥哥 去获得神的祝福 不用 因为我们一开始已经看到 在他出生之前 神已经选了他 要他承受阿伯拉向他祝福 相信他的妈妈李伯加那么爱他 应该有告诉他神的事 但是当阿哥他渐渐长大的时候 他未见到神的预言 这个应许如何实现 以素仍然是大哥 他仍然是小孩 还要是爸爸很疑 所以阿哥他心急 他觉得他要用自己的方法 去争取神愿才说要给他的祝福 结果 好像是得到一些东西 但是牺牲了家人之间的忠识 爱 信任和关系 甚至阿哥他要离开温暖安全的家 寄人离下 受尽欺凌白眼 虽然如此 神仍然是爱阿哥 他仍然照他自己所应许的 去祝福阿哥的人生 以素和阿哥的确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 以素是一个只看重今生的人 他只看到眼前肉体的需要 在他看来 神的祝福是没有价值 可以随便放弃 而阿哥 他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 他看重神的应许 他认为神的祝福 比其他一切更加重要 但是 他不信任神有他的时间 计划 而是要以自己的方法 一些不讨神喜悦的方法 去抓住神的祝福 弟兄姐妹 你觉得自己比较像哪一类人 第一类人 就是属于以素的一类 辛苦牢牢 为的是物质的享受 为的是满足身体的需要 神的祝福 对他们来说 是不切实际 去无缥缈 毫不重要 但以内的人 好像雅各 他们重视神的祝福 好像认识神 但是他们不认识神的时间和计划 他们试图用自己的方法 去抓住神的应许 甚至有时 会用神不喜悦的手段 这里说神的祝福 不只是说属天的事情 不只是说神的平安 喜乐同坐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神的应许 而我们是没办法 用任何的手段去获得 而神的祝福 其实也包括我们物质的生活 好像我们每日的生活所需 和人的关系 甚至侍奉等等 涵盖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正正就是这些 在生活里面的事 就是我们容易受到试探 想用人的手段去获取的东西 我认识一位姐妹 她做生意 她决定开始这盘生意之前 她经过祈祷 尋求 印证 她相信是神带领她 开始这盘生意 而她也希望这盘生意 最重要的不是赚钱 而是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但当然了 如果赚不到钱 其实就帮不到人 所以在筹备过程当中 她就要去找一些合作的伙伴 她遇到很多有潜质的合作者 那些人很有经验 很懂得做生意 但她发现那些人的思路 和做生意的手法 不是神所起的手法 所以这个姐妹 最后选择了一些比较没有经验 实力 但又不会用狡猾的手段 去做生意的人 或者如果她想生意 快点上轨道的话 她想赚得更加多的话 她应该去选择那些 懂得耍手段做生意的人 但她很清楚 她需要坚持她做生意的理念 因为这个是神要她做的 其实在做生意的过程中 她继续遇到很多难题 有时都会像走灰色地带 甚至有人会跟她说 每人都是这样做的 但她很相信 神不是要她这样做的 如果赚到钱 但用了神不喜悦的手段 她觉得一点都不值得 同样地 或者在你每日工作当中 你会面对这样的挣扎 很多时候 这个世界 你的上司 又或者你身边的同事 会给你压力 告诉你 世界的方法是最好的 但他们的方法 是骗人 或者将自己的利益 建筑在别人的损失 甚至是痛苦的上面 你会拒绝他们 相信神的祝福 还是你会折纽他们的建议 然后跟自己说 神的想法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呢 在讲到一开始的时候 有提到香港的父母 为了让小朋友 可以有好的前途 用尽方法去考入一些 名牌的学校 由幼儿园开始铺路了 那么作为基督徒的父母呢 会不会有这样的挣扎 同样有这样的挣扎 一方面他们知道 神会看顾他们的疑虑 但另一方面 又很怕自己做得不够多 让到小朋友被人输舌 让他们好像没有办法 不跟随着其他人的规则 去做大家都做的事 其实为小朋友的计划将来 为他们提供最好的资源 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我们心里面太过忧虑 好像自己做少一些东西 就会断送了小朋友的前程 又或者用一些很极端的手段 让自己和小朋友都承受太多的压力 这样就好像觉得子女的人生 是由自己掌管一样 好像忘记了神在背后掌权 有点像雅各 不相信神会成就他的祝福 而是要用自己的手法去争取 这样 我们不要效法易素 去重视货质的丰富 多过神的祝福 我们也不要效法雅各 用神不起愿的方法 试图去获得神的祝福 其实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 已经是赢在出生前 因为神在我们出生之前 已经认识我们 以分所书一章四字这样说 就如在创世以前 他在基督内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结 没有瑕疵 没有爱心 原来神已经拣选了我们每一个 在我们未知道的时候 在我们出生之前 神已经拣选了我们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神都有祂的计划 神都有祂的祝福 是要留待祂给我们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 不断去寻求神的心意和带领 按着神阅纳的方式 一步一步朝向目标进发 也就是说 我们要寻求合神心意的目标 和合神心意的手段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目标 和好的手段 让我们一同有点默想的时间 从雅角和以素的事里面 我们看到 原来这个世界有两种的人 有一种人像以素那样 更是物质的丰富 多过神的祝福 有些人像雅角 他相信神的祝福 但他又不能信任神 有祂的时候 有祂的计划 所以他用一些神不喜欢的方法 自己去抓住神的祝福 但原来这个世界可以有第三种人 第三种人 就是不断寻求神的心意和带领 按着神所预立的方式 一步一步朝向目标进发 这个就是好的目标 好的手段 但你姐妹 你愿不愿意在你的人生里面 尋求这个好的目标 用这个好的手段 去得到神的祝福 如果愿意的时候 请你在你的祷告当中 去向神去说出你的心意 让我们一起祷告吧 七日天父 感谢你 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出生之前 你已经揀赏了我们 感谢你在我们身上 有你的旨意 有你的计划 有你的祝福 你有你的时候 你有你的步骤 有时候我们可能不明白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 你的应许是真的 但我们的感觉好像不太对 有时候我们又会有偏心 有时候我们去寻求你的心意的时候 我们中间有很多的试探 让我们用一些不合理心意的手段 神来求你都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去寻求你的心意 让我们能够来另一个 合理心意的人生目标 又让我们能够倚靠着你 用你所喜悦的方法 一步一步地朝这个目标进发 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你的祝福 让我们相信 你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封盛的应许 祈祷交托 方式明依靠 阿们 明天栏 感谢观看 安音 我们有声音 啊 我们有些让我们更感情 我们想进行 程序